其实从一个工作了那么多年的一个经理级的一个职员 然后现在就是说决定了要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之后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决定 欢迎大家收看NLP & Style 我是主持人Cicilia-Yanlin 那NLP & Style是什么呢 也就是思维语言的程序学 还有就是形象学 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请来了一名嘉宾 她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 那除此之外 她现在还是一名教育的工作者 我们欢迎Kani 好那Kani我知道你本身现在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 那你是通过什么情况之下 接触会是认识的这个NLP & Style呢 其实就是怎么接触就要讲回在半年前 那时候我刚刚就是辞职 就是决定辞职在家里当一个全职妈妈的时候 就收到了一个WhatsApp 说是这个NLP & Style的一个活动 然后也是有配合一些时尚的活动的 那当时就是好奇心嘛 我就过来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是一个什么的讲座队 然后在当天的那个讲座队讲完的时候 就是深深地吃了我的心 很多东西 然后当天我就决定辞职这个 多少 好那Kani你觉得通过这个NLP & Style的课程 对你的生活上啊 或者是你人生 甚至你 在场上又或者是在家庭关系上 有些什么提升呢 好 现在来我想一下那个NLP 我上了之后有什么的一个其他 因为之前呢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心急的一个人 因为是经理嘛 所以做不止什么都要很快很快一快 然后就很激动的那个来解决的 一些如果发生问题的话 OK After这个NLP过后呢 我就发觉到我可以其实是自己 去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从这边来察觉 先把自己的情绪给了解了 然后来解决的东西会比较练满 嗯 然后人际关系也还有人与人 沟通之间的那个那些问题呢 我也比较圆滑了 嗯 就比较沟通比较好了跟家里的人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形象管理呢 就是现在因为我虽然是说我是家庭主妇 可是呢因为我也是有做一个 费用的那个 企业管理 当我出去做企业的时候呢 我把自己状况得好一点 然后人家给我的体验印象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对我会比较有信心 嗯 当我企业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的信心也在那里 所以讲话也比较大声 对对对 那就是说通过形象 一个好的形象 让人家对你比较有信心 也相信你的数的话 就是说服力比较大 对 嗯 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是有些还没有参加这个 NLP & Style的 如果要你用一句话 去推荐给他们 让他们也活得像你一样 那么精彩 那么有自信的话 那你会怎么告诉他们呢 嗯 怎么推荐给他们 对对一句话也是讲不完了 就是说在这边我要接受这个机会 谢谢作诚老师跟作诚老师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让我们受惠过亿不少 然后呢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与其你想去改变别人 不如你先自己踏出一步把自己先改变 然后自己做事有自信心的 有魅力的 然后就会把身边的人影响 然后他们就会 也是跟你一样做东西 那么有自信心 那么有魅力 嗯 很好 谢谢坎姨 谢谢坎姨 那我相信你身边的人 如果听了你这句话 一定能够获得像你一样那么精彩 谢谢 好 那我们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坎姨 NLP & Style的这一集到此为止 继续收看下一集 所以通过NLP & Style 你能够重获自信 让你活出精彩人生 就等可以看到第二集 ud 哦 说明